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的新吃法 配上一块豆腐做出来的美食 超级美味下饭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准备两根嫩茄子 洗净后切去头尾 再对半切开 后改刀切成小床段 切好的茄子加入食用盐 招拌均匀腌制10分钟 这一步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还有在炒制的时候不易吸油 把豆腐切成四分块 用一旁备用 腌好的茄子加入清水 洗干净多余的盐分 然后再把茄子洗干水分 起锅热油 先把茄子放进锅中 把茄子炒软 可以看到腌制过后的茄子 并不吸油 炒软后把茄子平时备用 再次起坡热油 下入提前剁好的肉末 小火翻炒至肉末变色 然后再加入葱姜蒜翻炒出香味 接着加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出红油 再把豆腐茄子倒进锅中 加入半碗清水 再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鸡精 翻炒均匀后 开中火焖5分钟 焖煮入味后 淋入少许水淀粉勾芡 开大火收汁 即可出锅中还食用 茄子搭配豆腐加上肉末这样做 吃起来鲜香可口 超级的美味下饭 想吃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